賴清德爾一個較為高的票數 雖然算不上是大勝 但是都看得出很明顯會有一個差別的這個票數 是不是國民黨可以擺脫到這個韓國瑜的陰謎 開始重新走出來 並且在這個2024年的總統大選會有一番作為呢? 大家好 歡迎收看老師連線這一段的訪問 我的嘉賓是在台灣讀書的香港學生 陳維聰同學 陳維聰你好 阿源 你好 我們上一次採訪過來 如果我們的觀眾朋友記得的話就知道 我記得上一次採訪你還是中國文化大學讀書 作為學生會的委長 你當時在學學裡面舉辦一些拆香港的活動 誰知道有中國大陸的一些學生去搗亂 撕你們的文宣 甚至搞到那件事都很大 其實現在你之後這幾年都還在台灣讀書 是嗎? 是 沒錯 我現在在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讀碩士 其實這次問你 都想講講台灣的選舉 我們在那邊的香港的年輕人怎麼看呢? 之前你也說過你留在台灣都是想為香港人做事 推動一些香港人的政策 還有你都成立了一個台港互造共融志工團 你去團長 這次我也想你以一個香港年輕人的身份 你在台灣觀察這個選舉 現在選舉結果都出來了 其實你有什麼看法呢? OK 就著這次選舉 我先講了這個總統選舉 總統選舉很明顯可以看得出賴清德以一個較為高的票數 雖然算不上是大聲 但是都看得出很明顯會有一個差別的 這個票數 我覺得賴清德這次作為總統候選人能夠拿到和第二名國民黨候友宜的差距 可以看得出很明顯就是台灣的選民 雖然在地方上我們可以看到去年或者前年 這個2022年地方的大選 在原市長或者是市員的這個情況下 國民黨是拿到的市長席位是比以前更加多 國民黨是拿得比較少的 相比以前來說 那時候我們看回一兩年前的情況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不是國民黨可以擺脫到韓國瑜的陰謎 開始重新走出來 並且在這個2024年的總統大選會有一番作為呢? 當時大家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就覺得國民黨可以食住這個氣勢 在2024年重新拿回這個執政權 但是很明顯可以看得出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正如剛才所說的賴清德在這個高票數之下當選 很明顯看得出地方上 雖然大家台灣的選民會有不同的選擇 但是講到這麼重要去到這個總統大選 講的是這個總統的位置 可以決定到台灣未來四年甚至更加遠的走勢 可以看得出台灣的選民其實是有理性 並且作出一個他們認為最好的選擇 可以看得出大家是願意給民進黨繼續去執政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以往的總統選舉 很多時候同一個執政黨是沒辦法超過兩屆 沒辦法超過八年的執政 因為始終會有所謂他們會覺得叫做鐘擺效應 會想換人試一下去做 所以以往都沒試過出現過這樣的例子 但是這次很特別的一個位置就是成功打破了這個所謂八年的魔咒 令到這個民進黨在蔡英文八年之後繼續去執政 可以看得出台灣的民眾在這些大的位置上是會有他們的顧慮 會有他們的選擇 即使他們在院市長或者在其他地方會選擇國民黨的候選人 但是對於台灣的發展 台灣的未來走勢 還有更加重要的就是這個總統對於中國的定位是一個什麼位置 其實台灣選民會有他們自己的選擇 所以在總統大選這個位置上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大多數的台灣民眾其實都是支持民進黨的對中政策 很明顯就不會是國民黨那種對於中國屈服 或者對於中國是比較覺得仍然是朋友 甚至是家人的這種關係 而是很明顯可以看得出台灣的民眾是對於中國的關係 已經由以前相信國民黨那種我們兩岸一家親 已經變成對岸很明顯對我們是充滿敵意 我們很明顯是要準備去避戰 雖然這個避戰很多人會說是引戰 但是可以看得出大家都會 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會接受 中國對我們的影響 而我們要時刻去準備這種避戰的方法 那當然除了這個總統大選之外 剛才講到民進黨那當然國民黨也都 其實我覺得國民黨在這一次的得票率來講 其實已經都算是差很多 就是跟他們以往的得票數基本盤 我們所謂的其實得票率差很多 這一次比較有趣的現象就是這個柯文哲的民眾黨 大家都這幾年都討論得很熱烈 就是柯文哲的民進黨 民眾黨在這幾年間由柯文哲 在第一屆脫離了民進黨的支持之後 來到他自己成立民眾黨 然後直攻這個總統大選 並且可以在這一次大選裡面 拿到這麼高的票數 甚至在總統大選投票之前 他的民調一度曾經是超過了國民黨 是直逼這個賴清德 那大家那時候都覺得很驚訝就是 國民黨或者民進黨 能夠拿到今時今日的民調 或者今時今日的票數 是其實經過幾十年的努力 才有這樣的成果 那這個柯文哲的民眾黨 經過不夠十年的時間 就可以升到總統大選民調第二位的位置 那大家都會覺得這一種的 繼寒流之後一種新的政治風潮 會為台灣帶來一些什麼改變呢? 因為很明顯可以看得出 過去一直很支持柯文哲的都是以年輕人為主 那大家都覺得是不是柯文哲的這個民眾黨 可以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成功靠著這一股他的阿伯的風潮 那吸引更加多以前藍綠都很難去拿到的年輕選票 雖然結果來看我們可以看到民眾黨是拿到第三個位置 但是他的票數和國民黨其實不是相差很遠 在十個百分之內 那你問我的話其實 阿伯哲的民眾黨在這一次選舉可以拿到這麼高的票數 其實已經不容易了 因為畢竟他成立的政黨仍然是在這幾年之內才開始冒起 而所謂的指標人物基本上你所認識的 也只有柯文哲一個 所以可以這麼說就是柯文哲靠他自己一個人的政治魅力 他撐起整個政黨而拿到和國民黨相差不遠的票數 確實是非常之厲害的一件事 但是很多人在選舉完之後就會覺得 柯文哲在這次成立了不夠十年之內 就已經可以拿到這麼高的票數 是不是四年之後他能夠有能力去令到國民黨和他整合 因為這次是因為民眾黨還未夠實力 可以和國民黨整合而整合失敗 是不是四年之後他有能力去整合國民黨 而去挑戰政黨輪替呢 我覺得這種看法是現在很多台灣的不同的民眾 都會在這裡討論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問我 以我的觀察 我就覺得柯文哲在這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可以拿到這麼高的票數 其實是一種 剛好在這個時間點上 和在這個變化之中 他能夠抓得住年輕人的想法 我覺得是一種巧合也是一種機會 他抓得住 但是你問我那時候才講結論 我不覺得他四年之後可以拿到比現在更高的票數 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確實他有這麼高的票數 其中一部分的確是有很多年輕人會投票給他 但是為什麼藍綠在這麼長的時間 都好像沒什麼著重年輕人 或者他們著重的都是一些比較地方的選舉 因為傳統的選戰是以年紀比較高的人為主要的目標 年輕人是比較難在這個地方選舉裡面 是令到他們接收到政黨給他們的信息 所以導致就是以往的傳統政黨 在對於年輕人上面 他們比較難觸到年輕人的想法 他們的投票意向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年輕人投票的意欲 其實是很影響政黨的得票數 當任何一個政黨過度依賴年輕人的票數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年輕人在網路上面 或者一直以來的民調是支持柯文哲 但是我們在這次的投票率可以看得出 其實年輕人出來投票的投票數 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高 反而傳統的選民 年紀比較大的選民 他們所謂的 以台灣的政治投票來說 他們所謂的基本盤 仍然是保持有一定的數量 所以 為什麼就會說 國民黨仍然可以贏過民眾黨 拿到第二名的位置 其實都是靠他的基本盤 而柯文哲一直以來很依靠的年輕票 其實老實說 在這次的選舉確實是有效果 但是這種效果是不是真的完全百分之百發揮出來呢 我覺得不是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在投票數來說 其實年輕人的選票對於柯文哲 其實只能夠說一部分 不能夠說全部 並且沒有完全將他民調裡面 年輕人的支持率發揮出來 這個是 你要吸引年輕選民 但是年輕選民的投票意欲是一個影響的問題 第二個會影響到他的選票得票率就是 剛才我所說的 國民黨其實這次為什麼會和民眾黨的票數差不多 是因為這次有很多支持國民黨 或者是對於國民黨以前會有一種好感 但是自從柯文哲出來之後 他們會覺得國民黨其實在近幾年的選舉 已經越來越得票數越來越少了 在總統的選舉上面 他們會覺得 除了國民黨之外 有民眾黨這種比較親國民黨的選擇的話 他們寧願會支持比較有所謂叫有希望的政黨 所以他們會轉投這個郭文哲的民眾黨 所以確實 柯文哲這一次另外一類的票員 除了剛才的這些年輕人之外 其實有另一堆的是以前支持國民黨的人 而這次走去支持民眾黨 這也是一個原因之一 是因為這次的總統候選人國民黨 是推出了這個侯友宜 侯友宜如果熟悉台灣的政治情況都知道 侯友宜其實她長期以來在國民黨裡面的表現 其實就算連黨內的黨員 她對她的評價其實都很兩極的 一方面這樣看 侯友宜確實有她的支持率 她在她的新北市 基本上選的這兩屆市長 基本上是沒有對手的 都是以很高的票數 可以說是大勝對方 所以侯友宜有她的民意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 她在黨裡面的支持率其實是偏低的 為什麼呢? 因為侯友宜一直以來 她對於國民黨其實保有一定的距離 她雖然掛著國民黨的身份 但是她在黨內的很多決策 甚至是我們可以看到她在這個四大公投裡面 對於克林的一些的表現 或者她的一些反應 其實在國民黨裡面是引起很大的不滿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今次在這個2024年的總統大選 國民黨因為暫時在那段時間 能夠找到最適合的候選人就是侯友宜 所以她只能夠推侯友宜出來選總統 但是侯友宜在國民黨裡面 本身就是一個具爭議性的人物 所以令到很多國民黨的支持者 對於今次的候選人侯友宜不滿 所以她們會轉頭 另外一個她們覺得更加能夠代表到她們的阿文哲 所以綜合我剛才所說 阿文哲它利用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如果仔細一點這樣看 這一次這一屆有選票的年輕人 他們其實出生的年代 是在我們所謂的太陽花時代之後 近這幾年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自從這個蔡英文民進黨執政之後 在台灣的一些學運或者民民基本上是越來越少的了 社會上的民怨越來越少 年輕人對於政治的敏感或者參與度就越來越低 這個是這幾年我在學校觀察到的現象 由我大一開始到現在已經碩士 可以看得出越是新生代的年輕人 或者越是新生代的學生 他們對於台灣現在的政治情況 其實是越來越不了解 越來越少參與 在這個情況下 阿文哲就可以吸引到 或者利用到這一班對於政治 不是那麼熟悉 不是那麼了解的學生 利用他們對於政治的不熟悉 可以很輕鬆地利用兩三句話 就可以吸引到這些學生的支持 但是這些學生是因為沒有經過政治化的認識 而對於阿文哲的這種話術 或者所說的話 是沒有深入去理解 沒有深入去分析 他到底說的話是否正確 或者他說的話是否做得到 很多時候很多支持阿文哲的年輕人就會說 我喜歡阿文哲是因為他說話夠直 他是一個很直率的人 他不是一般的所謂政客說些什麼都要想過度過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出 阿文哲其實他在過去很多的發言裡面 尤其是針對女性的部分 他其實說了很多 對於女性不尊重的話 比如說坐櫃桌的一定是女生 一定要穿裙 女性過了40之後 剩下一個功能就是生孩子 其實這些說話對於女性是非常不尊重的 但是一般正常來說 我們正常的年輕人 對於這種這麼保守 這麼搜救的思想 其實是不應該支持 也都是覺得不合理的 但是支持阿文哲的年輕人就會覺得 他講話夠直 我喜歡他 我就是喜歡他講話夠直 但是沒有想過他講的這句話 他講的這些話 其實是代表著傳統的保守思想 阿文哲很容易利用到這些年輕人 他們對於政治的不熟悉 不了解 而去進一步吸引到這一幫年輕選民的支持 而在基本上沒有付出任何的努力之下 就可以拿到這麼多的選票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國民黨或者民進黨 會有相對應的支持者 是因為他們過去的執政 或者是原始的一些表現 是能夠令到地方的民眾信任 而去投票給他們 這個是任何一個政黨都要 有經歷過無論總統或者原始的執政 才可以拿到那個地方人民的支持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阿文哲的民眾黨是沒有的 阿文哲的民眾黨 他在唯一一次執政 唯一兩次 民眾黨所謂唯一兩次執政的時間 就是阿文哲在台北市的執政 和高雄安在新竹市的執政 但是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阿文哲他在台北市的得票率 如果你細看的話 今屆阿文哲做了八年台北市的市長 但是他的得票數竟然是賴清德和侯友宜的一半 就是他只有二十萬票左右 但是賴清德和侯友宜 各自都有四十點萬票 其實對於阿文哲來講 是一個 我之前說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你做了八年的台北市長 但是結果出來 總統得票率 你是兩個人的各自的一半 我覺得就是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裡面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郭文哲或者新竹市的高雄安 他現在已經被以這個詐騙罪去拘捕 現在法庭還在審理中 我們結果還不知道 但是可以看得出 在民眾黨這兩次的執政底下 其實老實說我覺得算不上是一個好的成績 但是仍然有這麼多的年輕人 正如我剛才一直所說 就是利用這一種的不認識不了解 不理以前過往民眾黨發生過的事情 或者對於政治完全無興趣之 純粹單憑他看過可能阿文哲講過的幾句話 而他相信投票給他 所以就會造就出這次阿文哲這麼高票數的這兩個原因 一個是國民黨的侯友宜 在這次選舉裡面是一個爭議性的人物 所以黨內不支持他 另外一個就是利用年輕人對於政治的不熟悉 這兩種因素其實都是一個不確定的因素 你可以想到四年後 如果國民黨是推出一個更加強的候選人 其實這一班藍營的支持者是會回流 是會回流投給國民黨的 那他的票數就瞬間少了很多 而另外一個因素就是 可能未來的年輕人他們經過了這四年之後 對於阿文哲越來越熟悉 或者大家越來越願意去檢討 去到重視民眾黨的立委 或者阿文哲的未來的一些表現 而去作出改變 所以這個票數是可以瞬間是反轉的 就是我覺得 所以就是說阿文哲的這一次 這次票數是純粹時間巧合上 去抓得住這個機會 但是下次還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我覺得就比較難 這個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阿文哲在未來四年後 大家會覺得他可以吃著這個氣勢 更加向上 能夠拿到第二 甚至拿到執政權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 我會有這些疑慮 所以我覺得可以預見的就是 因為未來的總統大選 我反而覺得大家只要 民進黨在未來四年或者未來八年裡面 如果不再出現任何這些 所謂奇奇怪怪或者大事件 譬如是這個純粹扁的 或者是馬英九的兩岸服務協議 沒有出現這些大的嚴重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民進黨是可以能夠順利在 在未來可見的將來裡面是繼續執政的 這個是我對於今次的總統大選 或者未來的小小看法 就是阿文哲可能大家記憶又心 他在2015年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是台灣的台南花行動 就是反服務 他是支持的是不是 他反對那個服務協議 我告訴你 他支持的是當時反服務的學生 他個人當時是反服務的 但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 他今次的總統選舉裡面 對於兩岸服務或者兩岸議題的立場 其實是比較偏向支持 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但是這些所謂以前 對於兩岸服務協議非常厭惡的學生 到現在已經是可能三四十歲的成年人 他們自然就會看得出 柯文哲的這種轉態 這種轉變其實是不尋常的 並且是不可信的 但是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這新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經過太陽花學運的時代 所以他們對於柯文哲以往的一些思想 或者行為的轉變 其實他們是沒有了解 也都不清楚 對於那個 香港人在這場的三個政黨 這個選舉的結果呢 其實有沒有什麼擔心呢 例如民進黨對香港人的支援支持 其實都有些微言的 我看到有些像陳建文教授都說的 現在都是行內支持民進黨 其實你都在台灣住了這麼長時間 其實其他的香港人對民進黨的態度是怎樣的 首先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希望長期留在台灣 生活在台灣的香港人 我覺得你必須要認清一件事的就是 你到底熱愛的是這一塊土地 或者你純粹熱愛的是 你能夠脫離中國的控制 這兩個是不同的概念來的 你喜歡台灣 你熱愛台灣 你希望長期留在台灣 和台灣一起生活的話 代表著你必須要認同台灣的價值 你必須要和這一塊土地 所謂我們去到最極端的所謂就叫共存亡 你有沒有這樣的信念或者決心 可以做到這件事 還是你希望能夠擺脫中國的控制 離開香港 去一個我們另外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這兩個是不同的概念 因為正如剛才所說 你能夠和台灣共存亡 這個是你的選擇 但是你也可以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你希望脫離中國的控制 而脫離中國的控制 不只是來台灣而已 你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可以選擇 但是我所說的就是 你如果決定了台灣 你決定是長期留在台灣 希望成為一個台灣人的話 你必須要有這樣的決心 或者是理念 你成為台灣人 你必須要為台灣一起付出 哪怕你 剛才可能說的太過嚴重 可能所謂的共存亡 可能太過嚴重 但是萬一 不要說戰爭 即使簡單來說 台灣如果換了政黨執政 雖然我覺得未來是難以發生的 但是 有任何的嚴重的改變 在台灣發生的話 你能不能夠和台灣 繼續站在一起呢 還是你會選擇去別的地方呢 我覺得是任何一個在台灣的香港人 都要想清楚的一件事 熱愛台灣跟你希望離開香港 是兩回事 這個我覺得 你相信台灣 你希望留在台灣的話 你就要和台灣站在一起 而不是說 萬一換了政黨 或者發生什麼事 我就走了 我覺得 這種信念 這種決心 得不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你也得不到台灣人民的信任 你憑什麼要台灣人去支持你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大家都要想清楚 至於說含淚投給民進黨 我就覺得 投票是每一個人 他們 進攻民責任的決定 我不認為 投給任何一個政黨 要含淚 或者是抱有一種 負面的態度去做選擇 因為你選票在你手上 你可以決定不投 也可以決定不投 你可以投給任何一個政黨 任何你是一個支持的政黨 不需要說 我因為委屈 或者我只能夠選擇他 而我去投給他 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不支持民進黨 那你就看一下 在相同的議題上面 你會支持其他任何的政黨 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 好像說到 很委屈 或者是對於香港人 好像出賣香港人的政黨 你仍然要投給他 以我一個香港人的身份來說 至少你問我 的話我不認為民進黨 有出賣香港人 或者對於香港人 有任何的不公平的待遇 很多香港朋友 或者會這樣說 就是說民進黨 在過去四年的時候 或者八年前 在蔡英文政府 希望在2020年連任的時候 用這個反送中的議題 希望去激起台灣人 對於投票的意欲 或者投給民進黨 我覺得這類說法 對民進黨是不公平的 老實這樣說 為什麼呢 只要你深入理解少少 台灣政黨投票的選擇 你就會知道 其實任何一場的總統選舉 都不可能單靠一個議題 就可以拿到這麼多的選票 台灣人是很聰明 很明白事理的 你這個政黨過去做得好不好 你有沒有真正為台灣做事 大家是看得出 大家會用選票教訓 不只是你單憑一句說話 說支持香港 台灣人就會投給你 老實這樣說 你說支持香港 台灣人民就會投給那個政黨 我覺得這種說法 是有點牽強的 即甚至去到4年後 去到現在2024年 我們可以看回這次選舉 香港議題 基本上台灣已經是越來越少 甚至是越來越低聲量的時候 民進黨已經 沒有再特別強調香港議題 雖然可能有提過一兩句說 希望台灣不可以變成香港 少了這一類香港議題發生的時候 那麼民進黨 如果你以前說它是消費香港 或者吃香港人權飯堂 的時候 這一屆我們 如果你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現在沒有了 這一屆沒有了 那麼民進黨是不是就會輸呢 我看得出 我們大家都看得出 這一次很明顯結果就不是 所以你要說 以往民進黨對於香港的議題 可能在一些言語上 會表達得很明顯 但是政策上 可能做得沒有那麼明顯 而這樣的做法 就是不支持香港 我覺得大家要想清楚一個位置就是 到底支持香港 怎樣才支持香港呢 其實這個定義很寬的 譬如你在香港 你和一個人討論 你是不是黃絲的時候 都有很多不同的定義 或者大家對於那個判斷 有些人就會覺得 支持香港 你就一定要讓很多的香港人進來 你就要無條件 甚至是開放香港人 來申請來台灣定居 甚至要在很快的時間裏面 一兩年 你就應該要批他們這個公民資格 甚至要讓他們有投票權 甚至在一兩年前 甚至會吵到是 就是盡快給香港人有參選權 希望在台灣做出一些改變 我覺得 台灣人民是支持香港的 但是他們在政策上 能不能夠容許 這麼大幅度的轉變 這個是台灣人民 我想大家都會有的疑問 我覺得 不會是全部100%會支持這一類的方案 我認同確實會有很多的台灣 有很多的台灣朋友希望 香港朋友更加多來台灣 但是你要想的就是 在離開了 一直長期關注 或者支持香港議題的這一班台灣人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的台灣人 他們對於香港議題 不可以說不了解 只能夠說他們對於香港的認識 或者香港議題的了解 是越來越低的 越來越低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他們就不散香港呢 是不是不開放 或者不即時給香港人定居 或者居留的資格 這樣就不可以說 我覺得 要提出這樣的原因 要提出這樣的要求的時候 你就要看回 你能不能夠獲得台灣人民的信任 真是很簡單地說 在台灣其實 以往都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人 希望能夠拿到台灣的身份 以前會有一些牧師 外國來的牧師 或者是近這幾年我們可以見到 叫 我記得叫做 麗莎 一個烏克蘭的 一個女性的舞蹈家 她來到台灣之後 就希望在台灣發展台灣的舞蹈 那 她一直都很努力培養台灣的年輕人 去發展這一方面的技能 她其實在台灣 她相關領域是做了很多的貢獻 但是 這些我所謂剛才講過的 對於台灣有很多貢獻的 這些所謂以前的牧師 或者近至尼莎 這一類對於台灣有很多貢獻的人 他們都從來沒有公開地說 我為台灣做了這麼多事情 你是不是應該快些給我身份證 你是不是應該快些批定居給我呢 其實是沒有的 我覺得真正你 你剛才好像我所說 你真正熱愛台灣 你希望和台灣一起 不要說共存盟 可以說和台灣留在一起的人 你有這樣的信念的話 你就不會在意 你到底還有多久 才可以拿到這個公民身份 你要想的就是 你在台灣 就算你還未拿到公民身份也好 你仍然會是會為台灣付出 因為你熱愛的是你一片土地 而不是那張身份證 或者護照 如果你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你希望純粹拿到一張 不是香港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證 或者護照 而來到台灣 接著在台灣 無論投資移民也好 或者讀書工作也好 你是為了那張身份證 或者護照 而去要求台灣政府 盡快給你這張護照 然後跟民眾 或者政府說 其實我付出了很多 你為什麼還不給我呢 我覺得大家的目的 或者你的出發點 要開始想一想 台灣到底要的是什麼呢 要的是更加多 想拿到身份證 或者護照的香港人 還是你願意相信台灣價值 願意為台灣付出 或者貢獻的香港人 我覺得 你就算站在台灣政府 或者台灣人民的角度去思考 你就會知道 為什麼會有相關的 對於香港的政策出現 而同時我也不認為 這一類對於香港的政策 是一種阻礙 或者困難 因為很老實地說 自從2019年之後 中國對於台灣的 不是 中國對於香港的控制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控制的 在香港你已經 好像我們看到的 已經沒有任何言論自由 沒有所謂的三權分立 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 他可以進行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而當中國完全控制著香港的時候 非常遺憾這個是一個事實 而在台灣 你如果以一個台灣人 或者台灣政府的角度去思考的時候 當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 中國的完全附屬的地區的時候 完全不能夠保障所謂的一國兩制的時候 那你怎樣可以放心或者安心 同時間開放這麼多的香港人來台灣呢 現在不是說不開放香港人來台灣 只是說 你來到台灣之後 如果你想得到身份證 或者拿到資格 你會有一個比較長的審核時間 不是說不給你 純粹說是一個比較長的審核時間 我覺得這個審核時間是合理的 但是很多香港人就會覺得 你是故意延長我們的時間 而為了換取台灣人民的選票 但是有沒有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我剛才所說 在現在這麼危險的情況之下 在中國對著台灣這麼武力威脅的情況之下 你能不能夠進行你的國安審查 嚴格的國安審查去避免任何中國希望摧毀台灣的途徑呢 我覺得這個是香港的朋友都要去思考的一個點 我能夠明白很多的香港朋友在台灣 可能他已經付出了很多時間 很多的金錢 是希望留在台灣 我身邊有認識很多香港朋友 他確實是真的很愛台灣 很希望留在台灣 但是他已經很現實地付出了很多的金錢 很多的時間 他仍然未能夠得到這一張身份證 但是我必須很遺憾地跟大家說 就是在台灣 現在這個時間來講 在面對中國這麼大的威脅的時候 很難 很容易地 你就可以拿到台灣的這張身份證 我必須很老實地說 所以就是 回到我們一開始所說的就是 你到底是希望 能夠拿到一個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身份 或者你真的很容易愛台灣 如果你是後者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你純粹是 希望離開中國 去到一個自由的地方的話 台灣 我不會說不是首選 但是我覺得你會有不同的選擇 如果你的出發點是 希望能夠盡快拿到一個安定的身份證 而你這樣會覺得比較安心的話 我覺得台灣未必是你的首選 因為很老實地說 你要台灣在面對這麼大的壓力之下 而去馬上開放這麼多的香港人來台灣 同時盡快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快於其他 同時在申請任何其他國籍的外籍人士 希望能夠在台灣拿到身份證的話 我覺得這種要求是 我不可以說不合理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一種的要求 能不能夠這麼順利達成呢 我覺得在這種環境底下 很現實地說 是必須要考量的一件事就是 你即使可能付出了很多的時間 金錢 但是可能未能夠如期 在你所希望的時間裡面 拿到身份證 這個是 就是我看到很多香港的朋友 我都會這樣跟他說的 就是 台灣經不起任何一個國安的破口 其實甚至在台灣 就算不開放任何的外國人來台灣 其實在台灣本土都已經有很多的這些國安流動出現 很多的 近這幾年的新聞越來越多 很多的台灣的 將領軍官或者高級的軍官 受到中國的 款待 或者邀請去到中國 有任何的滲透 或者機密資料的傳遞 其實這幾年的新聞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台灣在面對中國的威脅下 是面對著各方面的威脅 你說香港是不是一個威脅 是 在面對香港在一個威脅的情況下 仍然是能夠開放香港人來台灣讀書或者工作 純粹是在國安的審查上面會多花一點的時間 我覺得是合理的 所以 很多人就會說 台灣既然你自己都已經有這麼多的國安問題 那為什麼你還要限制香港人來台灣呢 那我必須要說的就是 作為同樣的國民 那它確實是要優先處理的 那香港的議題 香港的問題 我只能夠說 可以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很多時候在台灣做香港議題 政府的立場很多時候是只能做 是不能夠說的 因為 你如果是這麼高調或者這麼明顯 去作出政策的改變的時候 你都要考慮到 第一個就是 中國會怎麼看呢 中國會不會對於你這些行為 實施更加嚴重的影響或者警告呢 如果有這些後果出現的時候 那是不是會間接都會影響到台灣人民對於香港人的感覺呢 就是覺得 如果我因為支持香港 而令到我現在身處的台灣這片土地 受到更加多中國的武力威脅或者影響的時候 那這種後果這種代價是否值得付出呢 台灣政府不同 我們所謂的香港政府是要聽民意的 台灣政府是必須要綜合社會全國的民意去決定它的政策 你拿不到更適合的時候 這一類的政策是很難去推行的 所以在香港議題之下 很多的變數或者變因是受到中國影響 而台灣人民很現實地說 當你住的環境受到這樣的威脅的時候 你當然會有多幾分的顧慮 這是很正常的 就是怎樣在未來可以做些事情 消除一些香港人對台灣政府政策之間的矛盾呢 我覺得對於台灣政府 其實台灣政府是非常了解 怎樣去做這一類相關的對香港的政策 因為在這一次總統大選 賴清德都很明確地說了 他會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蔡英文的路線 大家要想一下 蔡英文以前是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其實他對於兩岸香港議題 他其實是非常懂得怎樣去拿捏中間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對於政府的政策或者定位 其實台灣政府是非常清楚的 在這麼多年來他對於中國的交手 他是很明白這種關係應該怎樣走 所以我覺得對於台灣政府的政策 或者未來的立場 我覺得就不需要太過擔心 反而對於台灣的社區 或者在台灣的香港人這個社群 應該怎樣消除兩邊中間的一些疑慮 或者拉近雙方的距離 我覺得是很多位置中間可以去努力的 譬如在去年2023年4、5月的時候 我成立了一個台港互助共融志工團 那為什麼我會希望成立這個志工團呢 就是因為我看到在近幾年 越來越多的香港民眾 香港人在台灣 會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對於台灣的政策 或者對於台灣人 好像我們剛才討論過 撐不撐香港 怎樣撐香港 進而影響到很多在生活上面 大家會有一些磨擦 或者一些問題會出現 我覺得這一種的隔膜 或者大家彼此的誤會誤解 其實是源自於彼此的不了解 或者不熟悉 因為很老實地說 以前台灣人對於香港朋友的印象大多 大多都是來自於旅遊或者遊客 就覺得對於你的認識不是很深 對於真正對於香港認識的深 可能都是這一兩年反送中運動的認識 而你來到台灣之後 很多時候在生活上 大家是沒有一個平時的互動 或者溝通 很明顯就是有時候會出現一些磨擦 而我覺得就是希望志工團這個出現 一來我的志工團裡面的成員 其實不只是在台灣的香港人 其實我也邀請了很多在台灣的年輕人 他們在過去一兩年非常支持 和深入去認識香港議題 找到這一幫台灣的年輕人 找到在台灣的香港人 將這兩個社群融迷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會有一個很正面的效果就是 兩個族群透過志工的活動 可以互相去進行溝通 理解 知道大家的出發點 或者大家在想什麼 我覺得在網絡上的這種漫畫 是缺乏了這種溝通和了解的 希望志工團的這些活動 可以能夠令到這一幫台灣的香港人 和在台灣的年輕人 可以了解到彼此的想法 進而去消除大家的誤會 或者錯誤的理解 我覺得 另外有一方面就是 希望大家對於台灣的社區 是有一定的認識 就像我們第一場活動 我們扮演在台北市的漫畫區 這場活動是我和漫畫區的一位理主合作 我就找了一些在里的一些居民 一些獨居長者 我就找了這些志工來 就去送這些的餐盒 去送給這些獨居的老人 趁著送餐的這些時間 和他們聊聊聊 了解一下他們的想法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很多香港的年輕人 或者台灣的年輕人 其實在這次活動之後 都給了很多很正面的回饋給我 就是 即使是台灣的年輕人 他們都很少會接觸到 這些在台灣獨居的老人家 他們其實一般的年輕人 是很難接觸到的 更加不用說在台灣的香港人 他們根本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一類的人 這一類的台灣獨居老人 其實他們對於台灣的社會認識是很深的 其實都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藉著這一次的機會 能夠令到這兩個族群的人 可以透過這一次的活動 去了解到台灣的社會 台灣的社區 他們有什麼需要 或者他們平時的生活是怎樣 而透過這一種理解 他們就會對於台灣的認識更加深 而對於台灣的 無論歸屬感也好 或者對於台灣的認同感也好 會更加的提升 我覺得這一種才是一種正確 對於台灣 怎樣去認識台灣的這個課題 我覺得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而不是純粹單純透過政治 透過政治的議題 透過希望拿到身份證 作出投票 關心政治 而這樣才所謂叫做認識台灣 我覺得很多時候要由地方 要由社會 社區出發 由第一線的角度 第一線的角度去看 你才會認識到 你身處的台灣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這裡的人民 到底他們在想什麼 而進而 慢慢能夠影響到 你自己是否認同這個地方 我覺得 我覺得 自公活動 由去年到現在 已經有半年多些了 已經搞了四五次活動 我覺得每一次的活動 都是深化著 來過的香港朋友 或者台灣朋友 大家對於彼此的了解 所以我們希望自公團 未來的發展 能夠影響到台灣的香港人 希望他們可以在台灣 好好地生活下去 而台灣的民眾 他們也可以了解到 在台灣的香港人 他們需要些什麼 或者他們面臨一些什麼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 在台灣好好生活之餘 大家知道 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 為了追求民主自由 追求真普選的 所有的 基本上所有的民主陣營的朋友 現在都是在那間裡 或者大家又逃離香港 所以才去台灣 四散他國 現在看台灣選舉之餘 對於香港民主選舉 的心情會是怎樣 會不會覺得未來都有期望 或者會觸檢傷情呢 其實對於香港未來的政治選舉 我覺得分兩樣東西來講 我對於香港的未來 是仍然有希望的 因為很老套的說一句 我們從歷史的觀點出發 任何一個極權 或者任何一個威權國家 它都不能夠永續的 我們在看很多歷史事件 都看得出這個變化 或者這個趨勢 歷史是一直會重複的上演 所以對於香港的未來 我仍然保持希望 但是 在當下 對於香港的選舉 是不是仍然有希望呢 我就覺得 我會比較灰心一點點 我就覺得 現在再去討論 或者再去參與香港的選舉 我覺得是 有一點點 徒勞無功 我覺得 在香港由政治方面入手 我覺得比較困難 反而在日常的教育 或者新聞上 我覺得會有更加多 可以努力的地方 而你問我 作為一個香港人 看到台灣擁有這麼完整 這麼健全的自由民主制度 我覺得都可以作為一個借鑑 就是 在台灣 雖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民主好像呼吸一樣的自然 大家都可以有一人一票去選自己未來的總統 但是大家都要看回就是 台灣的民主進程 其實不是一夜之間就會出現 很多時候大家會說 台灣的民主是由這個 李登輝總統 他一個人帶出來的台灣民主化進程 但是 我不覺得他一個人就能夠造成 台灣一夜之間就走向民主化的路 台灣的民主制度 可以走到這麼健全 其實中間是有很多很多 甚至在剛剛今天過世的施明德 自民進黨的主席 他在這個美麗島事件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推手 還有很多很多 以前 無論現在還在世 或者已經離世的民主前輩 其實 很多人付出了很多的時間 心血甚至是他們的性命 才換來台灣 現在 有這麼健全的民主制度 所以 民主 在透過台灣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民主其實不是這麼容易 民主不是唯一兩個人就可以達成 是要很多人 很多一代 很多時間的努力 才可以換來現在的成果 而香港的情況 很遺憾地說 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都希望能夠快些結束 可以回復到一個民主自由的生活 但是很無奈 可能只是一個開始 透過這一次台灣的大選 我們都可以看得出 民主不是這麼容易得到 而要我們很多人付出很多的努力 才能夠慢慢作出一些改變 而這種改變在當下 可能是不明顯 可能是很少的一件事 但是你不會知道 你現在所做的任何一件事 在未來會造成一個什麼的影響 那 很多香港朋友來到台灣官選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羨慕 這種的台灣民主 那我覺得 代表著的就是 在香港仍然是有很多香港朋友 其實他們對於 民主自由 或者對於2019年我們的那份精神 其實是從來沒有退卻 從來沒有減少到的 無論是在海外的香港人 或者在香港的香港朋友 大家都很努力地 一方面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 我們對於民主自由的追求 是一點都沒有減少到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看這一次台灣的選舉 當然可以看得出 中國對於台灣的壓迫是越來越大 也都可以看得出 台灣的人民是會做出他們最明智的選擇 另一方面 大家看回自己的香港 我覺得 可以為自己打氣 可以覺得 休息一段時間 但是我們仍然要繼續堅持 我們自己 當年2019年 希望追尋的那份精神 那份的理想 匯聰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補充和總結? 其實 基本上 這次的選舉 可以看得出 大家對於中國 或者對於 或者全世界 對於中國的反應 是越來越強烈 和大家都開始看得清 中國的 它的真面目 或者它真實的那一面 無論在台灣 或者是遠一點的日本 韓國 甚至是 甚至是歐美 都好 大家都會對於中國 有越來越 敵意 或者對於中國的認識 越來越深 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因為過去在中國經濟發展 完全是起飛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給中國的那種金錢 去到蒙蔽了自己的雙眼 而覺得中國能夠 因為自己的經濟起飛 而去遵守所謂的國際的一些普世價值 而去換取它自己的經濟發展 但是很明顯這幾年 甚至是武漢肺炎之下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 中國仍然是 這種不遵守六年 不尊重普世價值 完全是踐踏民主的這些行為 而台灣這次的選舉 更加確立了 在未來的一段長時間 大家對於中國的路線 對於中國的看法 很明顯就是和香港的人民一樣 所以我覺得 沒有必要把台灣人 或者台灣政府 當成是一個出賣香港人的一種角度去思考 反而要思考的就是 怎樣可以作為一個香港人 繼續在台灣一起努力 保存著台灣這一塊 可以說是中國最後一塊 想要吞併的拼圖 因為可以看得出很明顯 習近平是非常非常渴望 去完全所謂的統一中國 就是修復台灣 台灣是計香港之後最前線的前線 我覺得 這一次的選舉 亦都令很多香港盟友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出 對於中國的路線或者政策 每個黨派有他們自己的路線 而台灣人不是選擇了現在民進黨的路線 不明會 有很多人 在台灣人 多謝 多謝 他們 在台灣人 都令人 都令人 只能說 很多人 很多人 都令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